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明 ARC世界賽如火如荼的開打啦 也已經到了最後的部分 也就是冠軍賽 將由GCS代表呢 ONE TEAM 對戰上越南的代表 VGM 將在7月10日的下午5點準時開打啦 希望大家也可以 準時去幫ONE TEAM加油 也希望ONE TEAM呢 可以為台灣再拿下一個世界冠軍啦 相信大家可能最近都多少一些 看比賽的經驗 但是 大家對於選角這個東西 可能 比較不是那麼了解 那我也觀察到很多玩家呢 在排位賽其實 也對選角不太了解 所以今天小明呢 要來為各位解析 究竟 中路角色的counter關係是什麼 好不好 選角這個東西呢 其實基本上就已經決定你 可能 比賽的50%以上了 所以呢 選角這個東西是你們一定要學會的 第一次要介紹的角色呢 就是利安 那利利安這隻角色的優點 就是 手長 位移多 自保強 而缺點呢 就是 比較吃經濟 需要裝備 利利安 counter的角色 像是 圖倫 另月 或是一些刺客角 還有 一些射手 那 利利安 Counter 圖倫就是因為他手長 而且大招可以躲圖倫的大招嘛 再來 另月的部分的話 我自己覺得另月蠻難打 蠻難打利利安的啦 因為另月的那些技能 利利安其實都可以用 他的大招蠻好的蠻輕鬆的躲過 而且 利利安的手長其實也會對另月造成一定的威脅 再來 利利安是比較 相對於其他法師 比較不害怕刺客類的英雄 因為利利安的 位移多 而且 有無敵 其實利利安也算是一隻刺客 所以在面對其他刺客呢 並不會 那麼的趨於下風 再來利利安可以有效的壓制一些射手的發育 所以我覺得在某些程度上 利利安其實也算是counter一些 後期的射手 那利利安被counter呢 我自己玩下來是覺得 帶有控制的坦克是利利安比較難應付的 像是美娜這類的英雄 利利安就不太好去應對 再來我們要介紹的角色是 伊格 伊格的優點 就是手長 而且他前期的入野 也是蠻強的 那缺點的話 就是 腿短 沒有控制 並且怕刺客 那伊格這隻角色呢 counter的角色有 令月 蘇 小丑 這幾隻英雄 那被counter的話 像是拉茲魯蜜亞 那為什麼我會說counter令月 因為其實在職業賽場上 伊格就是最常拿來 算是 應對令月的 但是 伊格跟令月這兩隻角色呢 其實算是一個相互制衡的關係 因為他們的手都很長 所以 常常 一邊出令月 另外一邊就會出伊格 一邊出伊格 另外一邊就會出令月 再來像是 蘇這一類 蘇跟小丑 都是會站在原地去狙擊的 一些角色 那伊格這種角色呢 就是直接大招塞在他身上 會對他有 非常大的威脅 再來 被counter是拉茲跟盧蜜亞嘛 伊格之所以會被這隻角色counter 是因為 伊格的1技能呢 是只要遇到控制技能 就會被打斷了 像是拉茲盧蜜亞 這兩隻都帶有很強大的控制 所以 是可以 很好的 斷掉伊格的1技能 所以伊格是會被這兩隻英雄所克制的 再來是薩迦 那薩迦這隻角色優點就是爆發高 然後 單體作戰強 單體作戰強的意思就是 他單殺能 單殺能力很好 單殺對手的能力 那缺點呢就是 怕控制 以及容錯低 怕斷飛啊 如果你不夠熟練的話 那他counter的英雄有 所有的戰裝法師 戰裝法師就是沒有位移的一些法師角 再來就是 羅爾 卡莉 那背counter的話呢 是拉茲 阿萊 以及狄拉克 那counter戰裝法師因為 戰裝法師呢沒有位移 所以 並不是那麼好的 來 針對薩迦 因為薩迦只要一起飛呢你是跑也跑不掉的 那像是羅爾卡莉這類的英雄都非常的怕薩迦 再來背counter的部分是拉茲阿萊迪阿克 那這三隻英雄的共通點呢就一樣就是 控制很多 尤其是阿萊斯特 薩迦只要一進場阿萊斯特直接把你定住定在原地 那薩迦是完全沒有辦法做反制的 除非有隊友幫你 把阿萊斯特大斷掉 但是 你們也知道嗎很難去相信隊友 所以阿萊斯特是蠻好counter薩迦的 再來講到下一隻英雄 是羅爾 那羅爾這隻角色優點呢就是單挑能力強 並且有無敵可以躲招 好 缺點呢就是太后期 以及手比較短的部分 那羅爾這隻角色其實現在來講 出場率並不知道那麼高 但是呢 羅爾有一個 很特別的定位 就是他可以拿來打 大難陣 那大難陣就是 對方可能 坦克或戰士出的比較多的時候 這時候你出羅爾能夠 很有效的去counter他們 因為羅爾 就是 可以一直在那個法陣裡吸血嘛 躲招嘛 那這種戰士角呢非常害怕 像是羅爾這類的英雄 那被counter的部分 羅爾被狄拉克 颯枷還有莉莉安counter 狄拉克呢只要那個 大招盾一開開在那個 羅爾法陣中間 羅爾怎麼滑呢 都是沒有辦法對狄拉克造成傷害 再來 莉莉安的手長 能夠很好消耗羅爾 而且羅爾只要一往前滑開大 莉莉安直接 大招加上二技能拉開 那那個羅爾就尷尬待在原地 再來是薩迦 薩迦很好打羅爾 主要是因為他爆發比較高 然後羅爾這種角色呢 是好打那種 爆發低的角色 因為他可以慢慢吸起來 但是薩迦這種東西 就是一個爆發直接把你帶走 羅爾是吸也吸不回來的 再來呢 是洛里昂 洛里昂在上個版本是非常的強勢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他的對手 但是在削弱過後呢 洛里昂確實 大概回到T2的位置 那洛里昂的優點呢 就是他的大招控制能力非常強 以及他前期的入野能力很強 缺點呢 就是現在他的消耗能力 比較不足 以及逆風比較難進場 那康特的角色 洛里昂很好 康特 迪拉克 因為迪拉克 因為洛里昂的球跟那個墊 是迪拉克的盾擋不住的 在洛里昂呢會被 羅爾以及薩迦 康特 我自己呢 也算是一個專精洛里昂的玩家 我真的很討厭遇到羅爾薩迦這類的角色 那羅爾很好滑 那個洛里昂 那洛里昂的大招呢也很難 把羅爾頂起來因為羅爾二技能無敵嘛 再來就是 薩迦 因為薩迦主要是怕帶控制的角色 但是洛里昂 除了那個大招以外 其實 是完全控不住薩迦的 在你大招噴起來之前 薩迦其實 就可以直接把你給秒了 再來呢是 現在AIC世界賽非常常出現的中路 克里希 那克里希的優點就是 手艙而且二技能的高控制 以及他的高爆發 但是他的缺點呢就是跟歷練一樣 比較需要裝備 以及呢 克里希比較怕刺客 或是貼臉的戰士角 那克里希呢 能夠counter 像是 蘭鐸 弗洛倫 以及 圖倫 阿萊斯特 等等的英雄 然後克里希 會被counter就是 像是祖卡拉 安格列 這類角色 克里希就不好打 那會拿來counter 蘭鐸跟洛倫 就是因為 克里希的大招呢 是一直掉下來的 像是那種 蘭鐸洛倫 那種會飛來飛去的角色 基本上你大招開起來是一定能命中他的 所以相比其他中路角色 會來的更好 更好打這些 蘭鐸 洛倫這類的角色 以及他二技能的控制 很常可以斷到弗洛倫的大 或是把蘭鐸給頂起來 只要一被頂起來那蘭鐸肯定是直接被秒殺了 然後再來是阿萊斯特的大招 克里希也可以用二技能去把他斷掉 所以克里希其實某種程度上 也算是康德阿萊斯特 再來講的是 迪拉克這隻英雄 迪拉克這隻英雄呢 優點就是 很好的針對射手 以及他的高控制 缺點呢 就是腿短 比較需要 依賴輔助 或是對上的射手 迪拉克康德呢 他是幾乎康德所有的射手 所以對面要是打野豬射手 然後魔龍路野豬射手 提出迪拉克就是一個蠻棒的選擇 迪拉克會被康德的 就是 被洛里昂康德 前面提過洛里昂的 球跟墊 是迪拉克的大招擋不住的 最後呢我們要提到的角色就是 令月拉 令月的優點 就是爆發高 手長 然後跟他打招的自保能力 他的缺點呢就是 相對來講比較怕刺客 以及貼臉的戰士 令月康德沒有位移的法師 以及射手 像是輸小丑 或是沒有位移的法師 像克里希 其實令月都還算好打 那令月被康德呢 像是 悟空就是蠻好打令月的 常常直接在場上 對方出令月 那 敵方的打野 可能 對方出令月 那我們這邊可能就會 選一隻隱形角 像是悟空這種高爆發的角色 你一線型敲下去了 令月大絕來不及把你推開 就直接 直接被秒殺了 OK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希望大家能有更了解一些中路的康德性質 讓你們在排位賽呢知道 對手選什麼樣的角色 你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角色去應對 可以 大大提升你們的勝率喔 那我是小明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非常有用的話 記得一定要幫我點讚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